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何碎杯過後繼續有本地球體 連賽六上演三場的精英杯分組賽 打頭陣的就海景在釜山道運動場 迎戰李敏 由於李敏在聯賽方面的成績 尼如李上 所以來到杯賽必定會出盡全力力爭出善 至於海景那邊 雖然排在B組的榜尾兼得0分 但出線方面仍然有希望 所以沒那麼容易放棄 就要看看去到諸聯第一擊 哪支球隊可以招職 這場比賽其實雙方都有不少傷病 不過海景就頭痛一點 因為中堅兼隊長的杜偉雄要長頭 域頭也都因為借用條例未能夠倒過 面對著中堅方 馮凱文教練唯有起用U22球員 劉詠生和攻擊中場金文基客串中堅 不過成後一般失球還很快出現 這次看到方柏良點發球到右路 尼迪利馬上按進中間 塞到前處的是翼豐、鄭兆君 當時只不過是8分鐘的時間 李文已經打開缺口領先1比0 這場賽事幾多入球來自死球 這次雖然前處兩家人頂得好 門將6平中也救到 可惜是江沙利斯塞到好位 門前撿到好位 16分鐘的時間已經擴大比數到2比0 這場比賽在上半場 其實看到海警要保持控球也不容易 相反李文的反擊做得不錯 這次扼得不入禁區 金文基對著尼迪利 雖然拼命做好防守 令到對方也很難起腳 但球證的黃偉倫認為 當時金文基拉跌了尼迪利 結果判了12碼 這位法國射手選擇自己主射 亦都是一射破網 23分鐘的時間 華綺贏到3球 這球球也是尼迪利 加盟李文之後 第一個入球 之後亦可以繼續看 李文一些反擊的速度 今次沙浦夫轉了去左路 方柏倫壓上前場 見到前面是梁家恆、尼迪利 加上鄭兆君都在 斬了球到遠處 今次頂到的就是鄭兆君 見到門將的6平中也救得好 步到的遠處位置 將這個球成功扶走 之後又是一次的角球機會 今次是進攻左路的角球 塞到前處的 這次是江沙尼斯 由沙浦夫斬到中間 剛剛好 這位的中堅塞到的好位 搞得好 38分鐘 贏到4球 不知道是否輸得比較多球 搞得上滿場一群海警球員 都突突突突突 今次右閘的尿偉業 把球控掉了 令對方的前鋒 梁家鑫有起腳機會 而路平中也都將這個球 付出不遠 令到鄭兆君拿回中間之際 曾子軒更加是不小心 踏了Q 擺了一個烏龍 令到40分鐘的時間 在這邊海警已經輸到五球 其後 其實陳文俊這位海警的中堅 後面入題 壓上前場 也有跟文基 負責做多些進攻的工作 果然在上半場保時階段 走著一次左路的角球 找到入球的機會 亦都幫助海警在上半場打開一個缺口 足之能夠破彈 不過仍然要以1比5落後著 去到下半場 雙方球員有不少賣牙過火的情況出現 總共整場賽事有七面的王牌出現 不過當中這一面較為值得關注 當時白智芬這位南韓中場 將這球硬踢走了 明明犯了規 結果球證王偉倫給了一張牌 令到他是履股五面的王牌 下場賽事對著苦力的聯賽 需要停賽 其後見到金文基 越踢越前 甚至乎擔當一個前鋒的角色 今次一打三 面對著三位的李文後衛 都被他轉身起到腳 瞭著遠處而入 這球雖然沒甚麼力度 聲在有角度 收射對方門長圓豪盡 雖然上場沒斷 下半場早斷 找到入球 但海景就好境不償 這位置也見到 鄭兆君在禁區裏面 搏倒對方中堅 劉永生的犯規 最後一次得到十二馬的機會 今次主射的 由隊長這位中堅 江沙利斯去主射 今次雖然六平中都捉到路 但無礙這個入球出現 江沙利斯74分鐘的時間 以後衛的身份 大演武之氣法入球三球 接著一些佛球戰術 看到有一點心思 安基斯和金文基斯的配合 今次要開短再擺橫 再一個拉弓 瞭著遠處去射 今次只不過是來龍門一兩個球位左右 其實在下半場末段 李文可以再入多幾球 不過接連有某些球員 都在門前塞機 當中表表者的就是前鋒的尼迪利 今次在小禁區頂 就拿得漂亮 但用左腳一撥就不太順腳 結果近門都射不進 最終李文以六比二擊敗了海徑 拿到三分之外 在賽後更加憑著 交街的得失球差 升上B組的榜首 打入下半季 雖然球隊的表現還未算穩定 但這場的大勝 李文主角連陳曉明就說 看到兩位新外援對球隊下半季的表現 起了重要作用 其實我們在下半季加了兩個新外援 尼迪利和沙布夫 正正在填補 我們在上半季做得不太好 比如在前半場 尼迪利可以幫忙做到很多停球 可以幫我們開路 沙布夫也是在中場上 用球的能力很強 佔入街景 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勝仗 贏球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起碼在精英杯分組賽 仍然有一個機會 咬著 我想球隊上下都是很一致的 目標就是希望在精英杯出先 李文前鋒尼迪利 這場比賽 拿到加盟李文以來的第一個入球 還教出助攻 在進攻上有不少貢獻 不過在比賽尾段 接連錯失擴大比賽的機會 這位法國前鋒其實也感到有點失望 至於同樣在這場賽事攻入今季第一球的 還有李文逆鋒、鄭兆君 軍事都說本身上陣時間不多 所以個人的信心都有少少動搖 不過這個入球絕對幫助他打起信心 今年青英杯主要是出我 我也希望除了青英杯之後 超聯都爭取正選的上陣 我覺得今場算是忠忠挺挺挺 我都未去到最好的表演 入了第一球 幫球隊開好我的頭 我也很開心 還有今場球 拿三分都對我們出線緊 我覺得大家的表現OK 因為今年始終都是第一球 入了球對自己的信心也大了 還有散空杯之後都拿回信心 希望越來越好 至於A組的賽事方面 和副大埔雖然有新加盟的前鋒 新組在比賽末段取得入球 但大埔仍然要以1比2不敵佳聯元朗宣告出局 而由於夢想FC賽和東方龍斯 夢想亦是篤定晉級 不過究竟是首名還是次名 似乎都要鬥到最後才知道